9月21日周四A股的收平 今天指数回补了3085的缺口 而且成交量保持持续的低迷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是不是就见底了呢 回补了这些缺口不说要上涨吗 以前的结论是这样的 但是今天收的可是光脚阴线 另外有几个盘面的现象 我们说这个地方还是要看一看 盲目不可取 这个地方可能明天反抽一下 这是倒是有可能的 不过大家要小心 离前面低点很近了 前面的低点是3053 前面最低收盘价是3064 都要注意 今天尤其有几个盘面现象 我一会儿说 所以说我们这地方还是要看一看 并不能完全断定 就是明天就直接就起涨 但是呢无论怎么说啊 到这个位置已经处于极低的位置了 尤其创业板都跌破了2000点的下方 去了是吧 在这种情况下 科创板也是跌跌不休 都跌了好几年了 还怎么跌呀 怎么跌呀 跌不动了 大家没发现吗 尾盘的时候这个是主动性的卖盘已经不多了 我们来回顾回顾全天的情况啊 今天呢我们发现这个北上资金呢 你一度是流出的比较少 但到后来呢 到午后是越来越这样下来的 最终呢流出了40多个亿啊 这个是北上资金啊 实际它也代表了一定的方向性啊 有一点点方向性 你比如说它下跌的时候 通常是白酒灯 主要的白马都是下跌的 是不是 待会我们说这个事啊 再有呢就今天呢下跌的股票 还是达到了4000只以上 但这里面有一个现象啊 在午后这个地方下跌的时候 我们发现下跌的个股并没有减少 而且上涨的个股还增多了 就在这个位置往下跳的时候 就瞬间 然后呢就出现这一波 有人管说这是假动作 出现了一波这样的拉伸啊 嗯 但是有一个现象 今天呢实际的个股呢 大跌的个股并不多 你看呢 下跌超过5%的刚40多 是不是 下跌超过3%呢 也不到200只 这个这个数量是不多的 况且你看超过5% 超过5%上涨的 还有几十只呢 也不是太 不是杀跌动能十分强悍的那一种啊 那么今天这个盘面 那到底怎么看 有哪个一点 我们先来说一说啊 今天大家发现 这个地方动的时候 并不是主流的东西动的 什么动 什么人工智能啊 半导体也等等的动 而且呢 哎 你看那个券商嘛 也有点动作 但是很快就创出新低 而且以基本以最低价收盘 还有白酒 那么说北上资金呢 它只要是流出基本就是卖白酒 等等这样的白马虎度啊 这个白酒跟前两天那个低点就差一点点 就差几亿亿亿亿钱不是多钱 就把那个低点给破了 这种走势就不太对了 所以说说这个3084.70 这地方一下就占住的概率还是不太大的啊 所以说我们再再等一等啊 我们来看一看指数的走势 这里面最值得一提的呢 就是今天60分钟出现了上的指数出现了低9 低9有些同学们总问低9市场迪马克序列 大家可以搜一下看一看 学习学习这方面的知识是可以的 对交易还是有一定帮助的 但它没有序列 不是它有序列 但是没有盘口的配合 你看没有顿化等等现象啊 所以说呢 这个只能当做一个参考 不能作为一个完全抄底的信号 如果今天假如把缺口补上有一个 大的主动性买盘 有出现那种信号还可以 但是我们在尾盘呢 我特意观察了这 补缺口之后在这补上的 红毛没有 主动性买盘没有 所以说我就取消就是暂时不抄底 大家看这个日线啊 这个日线呢已经出现了绿角线 这个地方也就是说 这个是8月25号 那个星期五那个低点 3053那天的最低的收盘价是3064 也就是说如果明天收盘价低于3064的话 这个地方就出现日线级别的顿化 大家注意这个日线的顿化的级别还是蛮大的 是吧 大家还记不记去年的11月1号 就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这不就是日线级别的顿化之后的 第几天呢很快是不是就三个绿角线吗 第三天11月1号 然后直接就形成了日线级别的顿化 涨了这么大的周期 我们判断呢 这地方如果要是出现同样的情况 极大概率会出现去年11月的走势 到今年上半年的这一段涨幅 所以说这个地方十分关键啊 我们指数就分析到 这其他的指数也不分析 这地方就要坚定信心准备做多 我们明天早上板块分析见